近來天氣變冷了 蝦子的成長趨緩 就有不曉得釣蝦業者改釣起龍蝦 再加上中國因為大閘蟹產量過剩 當地售價大幅降低 台灣釣蝦業者 除了釣龍蝦 釣大閘蝦 也成為近期釣蝦場的新趣味 一隻手掌大火跳跳的大閘蟹 不受控的想要四處奔逃 卻被牢牢抓住 你沒看錯 這裡不是海產專賣店 而是人手一竿的釣蝦場 天氣變冷 蝦子想長也長不大 看完客人釣蝦 維生的釣蝦業者只能想辦法 從釣龍蝦到釣大閘蟹 想點噱頭 以這家釣蝦場為例 兩小時一千六可以釣大閘蟹 又能外加大小公蝦 相當於八百就能釣大閘蟹 比起兩小時八百五只能釣綜合蝦 看起來十分划算 雖然釣大閘蟹和釣蝦技巧一樣 但不像釣蝦可以回蝦 不能再重新賣出 而且熟悉度也有差 因此不少釣客還是在觀望 釣蝦子比較習慣 一位的話我也是敢看的 因為習慣就是釣蝦 所以螃蟹再便宜也不會釣 但大閘蟹在近期被很多釣蝦場 拿來當作席客噱頭 就是因為中國大閘蟹產量過剩 售價竟然跌到與大白菜差不多 價格大跳水 最便宜一支只要十塊人民幣 因為台幣四十五元就能買得到 後期的時候 因為那邊氣溫比較低的 產量也會比較多 大閘蟹一般其實 餐廳釣蝦場 甚至網路通路都還滿常見的 只能說愛要耐心等待 仔細尋找 感覺很重要 釣蝦釣大閘蟹也是一樣 無趣計較划不划算 有FEW好玩最重要 記得蘆圓如盧居民 桃園新北采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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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